嗨 大家好 我是艾米亚的啾啾老师 今天我给大家讲的故事 继续关于是妈妈的 我讨厌妈妈 有时候我觉得妈妈 好讨厌 她就喜欢睡懒觉 星期天的早上 睡呀 睡呀 睡也睡不行 睡也睡不行 我肚子饿 妈妈怎么还没有起来 而且就知道自己看电视剧 不让我看动画片 而且说生气就生气了 我不就是在马桶里玩的一个小机器人吗 就知道催我 快一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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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她自己却慢吞吞的 汉赫阿姨不停的讲话 嗯 还有 来幼儿园接我总是迟到 还忘记洗衣服 我今天穿的袜子 就是昨天穿过的那双 还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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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说不能跟我结婚 说就是 等我长大了 也没有办法跟我结婚 说就是等我长大再大 再大 再大 也没有办法跟我结婚 可是我 我只想跟妈妈结婚 所以我讨厌妈妈 我不要这样的妈妈 我要走吧 一个人 走得远远的 走得远远的 再见了妈妈 咦 怎么了 忘了什么东西吗 嗯 我忘了拿球了 我要带走的 对啊 妈妈 什么 又见到我 你妈妈高兴吗 当然高兴啦 好了 今天的故事 就讲到这了 小朋友们 再见